接下来要上场的两位 都来自山东 兄弟的对决 掌声有请这对兄弟里 首先上场的大哥 孟川 时间上192票 本场第一 登上天花板 越巴人也很高 恭喜孟川 持统成功 进击天花板 我跟支撑选到一组了 我们刚才还在说 回去继续一块写 山东人都是兄弟 我们俩一直想着 就不是说战胜谁 就想着好好的演出就好了 我俩如果想战胜谁 就不会在一起备战了 对吧 持绅和孟川的备战日记 我觉得持绅现在是前面 这块缺一个硬梗 前面 你应该从前面起 你整往后边 那块不行 有点靠后了 行 我想想 而且这块女说呢 咱们再看 能不能把它铺垫缩一缩 就密一点 密 嗯 有了 我有过来了 这个是咋回事啊 我跟超哥 一次读完稿之后 还去射了会儿键 还挺放松的 射键可能让你变得更专注 下一位选手 下一位选手 徐志胜 他跟主要方很激动 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喜欢电动 穿着艺人 我实大实地说 我的文本会比志胜好 但是他的状态会比我好很多 我在脱舞上面 憋着一股劲吧 其实在脱舞上面好多 说我靠长相也好 靠口音也好 这些东西给了我很多额外的加分 今年我想做突破 我呢也决定把长相的部分往后少 减少减少 而且这次比赛输了也不会直接淘汰 那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我觉得大概率啊 资胜 我觉得资胜很难在投票这个环节上 输 川和今年还挺不太一样的 我感觉川就是创作上 有一个别人感受不到 但是自己应该能感受到突破 就是过了某种关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川会晋级 今天我争取175票以上 我上上轮得了172票 我觉得是偏低的票数 所以我定个稍微高一点的175 我最期待我和川哥的好看 因为我就想看看 大家在一块写出来的稿子 就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效果 川哥 加油 尽力而为 大家好 我是某川 这轮比赛是我对智胜 咋赢 找那也不如他好笑 口音也不如他好笑 甚至连山东的本土优势都没了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支撑刀吃得好看点 支撑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杯水车薪了吧 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透过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撑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流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一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儿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 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 我们学校是美国长青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太少了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班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令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 他们的家庭群 群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按字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王总当二舅 我学死这种客公司 没有上升空间嘛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当时就红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生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 谋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 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反我五百 我说那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 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反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也在别处吃回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嘛 老板也带我们去寺庙 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抵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 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罚我五百块钱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三 二 一 请出票 孟川 其实太炸了 厉害啊 厉害 冠军了 哇塞 冠军 冠军 赢了 赢了 川哥这个是怎么回事 跟志胜在一组 其实这一组 没有什么比赛的感觉 就我跟志胜 还有忽兰 我们经常是在一块写稿的 然后天天熬到深夜 但是挺开心的 就是我觉得 这才是脱口秀的感觉 大家弱化比赛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私底下 真的都是特别好的关系 这山东人是会说场面话 可以 没有不尊重山东人那个意思 我觉得会说场面话 你跟弹幕的朋友说一下 弹幕的朋友 他没有不尊重山东人的意思 谢谢各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 都有都有都有 都要说一下 开玩笑 但是川哥其实每期都会说一些 有山东元素的东西 但每次都说得非常好笑 这一集说得最炸 就是那种 太好笑了 何同学 就是刚刚他说那些大学 我确实有几个没听说过 我是全没听说过 你呵 但确实我感觉 孟川老师 就是他的文本跟结构都特别好 这段子 就哪怕你只是 就从这个书上看见 你也会觉得很好笑 当然表演出来就更好笑了 所以真是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什么时候出书啊 年内 对 我写了本小说 应该今年就能出版了 名字定了吗 不能说 你现在说了 马上就到版了 你先别说了 对对对 我们就记得川哥要出书了 它是一个 就像何同学刚刚说的 就是从文本上看 就很幽默的 一个小说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我觉得七七都 看孟川表演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给你很多很多的 就是真实的故事 你一说 我就一定会相信 就觉得 哎呦 这个真好笑 真好笑 今天这个时候 让我感觉到 好像中了彩一样 感觉到中到了 盲盒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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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款 嗯 我好像 讲得有点乱啊 就是意思 好像 他的所有的场里面 我听到 现场是最好的一个版 您说的一点都不会 您就是缺赠一格 给您补充 来 对 刚才那一句 就像 又又 like this 然后就可以了啊 刚才林华 是我先拍的 林华没拍 后来我们四个人 一直在拍 说到这个反五百 我们一看 谁拍的最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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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孟川的 他有个特点啊 他跟我喜欢的 同时喜欢的 另外一位 杨波 哎 哎 杨波 讲脱口秀的时候 你得 去想想 他讲的到底 是不是真的 对吧 那孟川一讲 他肯定是真的 对 特别诚恳 那这俩没有共同之处啊 对 对 一定要说一个 共同之处啊 嗯 其实都是假的啊 其实都是假的 川哥是一个 加速版 真诚版的杨波 让人更加的 愿意相信 但我相信 里头多数都是编的 哈哈 好 那川哥呢 也是得到 四个拍灯 八票 进入 等待区 我没想到反馈 那么好 昨天开放Mai 甚至后边 还是有点掉的 我都开始写下一篇了 四灯的一刻 就觉得 啊 挺好的 今天的四灯 比以前来的早了一些 接下来掌声有请 中文互联网 仅剩的帅哥 徐志胜 你看她们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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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是自胜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这事你除了脱口秀 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你要是 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 出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 都有人来看我 看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 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 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 跪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儿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歌歌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BE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重地吧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亲戚跟我说 说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听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 至少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 真的 关键是这个电动车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 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 有时候修得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 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重力发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散用的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朱胜 喜欢朱胜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先不采访领校园 我刚观察了一下 彭于畅都要笑死了 给彭于畅一个换头 你怎么那么高兴 没有前面我一直在笑 我都每个都在笑 但你这个格外的夸张 你不用看我 你跟他交流就可以了 我看着志胜 我就想到了陆哥呀 很亲切 看到你 真的是 跟陆寒除了长得不像 上哪都一样 我好怕 但是我前面更想笑的是 因为我看到前面那个 长得特别像我表哥 川哥 对 你就是那家族企业的 是吧 长得特别像我亲表哥 你坐下之前 你直接你都站起来 得罪人的事干一个吧 你觉得他俩谁会赢 你条里面坏不坏 坏蛋 我都投了 那不行 对 你投肯定 我也都投了 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现场的观众 那么废话 我这个场面话得说吗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压力有点大 我哥哥在前面 是不是 我觉得他今天 今天只剩上来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稳 对 他被前面吓着了 没有那个气势 对 有点着急 对 但我替我哥哥高兴 真的 你看这个长面话说的 今天是高 高清商大会 但确实 只剩今天上来 好像打招呼都没有 之前散门大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感觉那个场 好像是暂时 上来那一瞬间 有点不属于我 我那一刻有点陌生 但是花姐说 好像人没讲了 贼热情就拍了 我拍的 哦 这一个 没讲就拍了一个 我热情吧 你把你的名字一报上 我就给你拍了 谢谢 夏威 还是希望拍在梗上 还是希望 还有一点啊 还有一点 其实中间我又拍了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 焊电焊吗 其实我也焊电焊 我学家电的 哦 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 必须得要去 要自己要组装一台 彩色的电视机 你说的怎么像 何同学干的事的 经常干 经常干 就是打印一个PCB 然后把那个 那个那个焊锡 不是焊锡 反正就是把零部件放上去 然后拿电脑铁把他焊上去 听懂 我全听懂 我老师 最后一句送给你 电焊吧 少年 就是电焊 何同学跟智商 在另一个节目碰个 我跟智商是好同事 我们已经录了有 八期节目了 对 就是智商老师 他有一种天赋 就是 就是当我们 所有人在他周围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快乐 他什么梗都接得住 气氛也很高兴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智商老师 他确实有这种 喜剧的感觉 谢谢谢谢 因为我就是干喜剧的 肯定 OK 那智商也是四个拍灯 八票 让川哥 回到舞台中央 其实这个 挺玄妙的 本来我觉得智商一定 会略 略赢一点 但是今天 太猛了 梦川八票 徐志胜八票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梦川 徐志胜最终的得票情况 这个好难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组 就异常胶着 因为志胜也是观众缘又好 梗也很密 川哥那段稿子也非常炸 所以就真的很难猜 难分伯众 非常胶着 我感觉谁都有可能 应该在毫厘之间那种 来梦川 在志胜 当时我觉得好像我的迎面大一些 因为志胜的四灯也晚一些 他其实今天没把他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就这张稿子 他还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心一直是坦着的 帮你走 要 Report 我要走 哇 193 我这个是不是想象 起床 你快 een 去 Frans 刘囡 起床 ک小冲冲 MAそれ 冲也是 冲冲 起床 冲夜拳币 其 feeling good 冲 reun ,他冲冲冲出什么 搭 pelo Alle 表达过来 表达过来 孟川老师的文本太好了 就是他只要念出来 他就一定会笑得很开心 这个真的是 能体验出一个 脱口摄影员扎实的 这种文本功力 也是孟川老师 能说到现在的原因 反而其实我们就 基本都写到 四五点钟 写到凌晨 就是我们 希望反复验证 说努力就回报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事 是头牢不得的 满意啊 他已经超出 我的心理运气太多了 我觉得今天 算是达成目标了 达成的有点高了 走之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就是像您这样 既会电焊 又会重地 还会修车的脱口秀演员 确实非常的难得 就像我们经典 娟山有机奶 只选用约 百分之一 珍稀 娟山牛 好牛 产好奶 直升 打开思路 有空也可以学学 怎么养娟山牛 好吧 回去养牛吧 拜拜 成熟 我给你 拿着 碰起来 帅哥 添居 美身 对 成熟 22 12 20 8 0 也是我能感觉到观众也很开心 也很想给智盛行家一个支持 然后智盛也是很努力地 希望观众够点起连接 但今天的连接感觉总归还是差一点 就有一点点的错位 徐智盛跟川哥那个 最能体现天花板的 智盛那个段子线下特别大 谁都接不了 今天好像也被川哥影响了 上来这场就不对 但也很精彩 只是他没有发挥这个本子 最好的那个状态 来了 又见面了 观众其实一直在很捧场 一直在鼓励我 在鼓掌啥的 但是这个台上 你没说好就是没说好 你没说好一定是你有原因的 反正就写吧 我肯定会写 好好的写 认真地写 刚刚花姐说是 你们二位第一次看徐智盛的现场 对 今天头发变化很大 他这一季想做一个突破 确实只剩这一季之前 一直都非常的强 很顺利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强强对话 高手对决 下去的人谈不上输赢 只不过是坐在那的人更厉害 掌声再次送给邱瑞 孟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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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